全国TSA试点面部识别系统可刷脸通关 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TSA 已经在国内机场试点面部识别以查核身份 其中包括洛杉矶、San Jose、达拉斯等城市在内的16个机场 乘客只需要将身份证塞入一个插槽 然后网向小屏幕上方的摄像头 一旦确认证件和本人匹配即可通关 如有需要,TSA官员还可以进行额外的验证 计划并非强制执行 乘客可以要求关闭摄像头 虽然这个项目有助于提高身份验证的准确性和效率 但是有反对者指出 这项技术可能会侵犯公民的私隐 甚至泄露数据 此外,面部识别技术的算法存在偏差 可能无法识别、少数续续的面孔 对此,相关人士表示 摄像头只会在乘客放入身份证时打开 TSA不会储存实时照片 只有部分照片会保存两年 以测试系统的有效性或用于执法目的 而且该项目的算法也非常准确 天下卫视记者编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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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